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了定点数的加强法运算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来学习辅点数的加强法运算 那么在前面我也介绍过了 任意一个辅点数呢 都可以表示成这个 S乘以R的J字方 这样子的一个表示格式 那么在这里面S呢 是尾数 R呢是这个G数 而这个J呢是这个J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 辅点数的加强法 在这里面我们使用S和Y这两个数 来表示辅点数1以及辅点数2 那么对于辅点数的加强法运算 主要有几个步骤 首先呢 第一个步骤是需要进行对接的操作 接着是第二个步骤 进行尾数求和的这个操作 接着第三步 需要进行这个尾数规格化的操作 接着第四步呢 需要进行所有的操作 最后第五步 需要进行益处判断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面各个操作是什么意思 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接下来通过X和Y这两个例子 进行相关的学习 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面 X等于0.1101乘以2的01次方 Y呢等于负的0.1010乘以2的11次方 首先我们来看加强法的第一个步骤 对接 那么为什么要对接呢 其实对接的目的就是使得两个辅点数的接码一致 使得尾数可以进行运算 因为辅点数的尾数运算其实是简单的 这个尾数的辅点运算 就是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定点数的运算 但是呢 辅点数的尾数实际的小数位与这个接码有关 如果这个接码不整齐的话 那么辅点数的尾数是无法进行直接运算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辅点数运算的时候 首先要进行对接的操作 而对接的操作呢 接码按照这个小接看齐大接的这个原则 什么是小接看齐大接 我们接下来就来通过一个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对接这块的内容 对于刚才的X和Y 那么在计算机里面可能是这样子存储的 分为四个部分 接码的符号位 接码的数值位 尾数的符号位 以及尾数的数值位 在这里 符号位呢 使用的是双符号位 因为我们要进行逆处的判断 而这个数值位 我们使用的是四位的存储 包括这个接码的数值位 以及尾数的数值位 那么对于什么是小接看齐大接 我们来看X的接码 以及Y的接码 那么X的接码呢 等于01 而Y的接码等于11 那么要按照小接看齐大接的操作呢 X的接码就要变得和Y的接码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X的转换操作 X的接码变成11 这个时候尾数要右移两位 而Y呢 进行X的右移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接码给对齐了 X的接码等于0011 这个Y的接码呢 也是0011 并且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尾数右移了两位 并且由于这个尾数的存储 是四位的存储 而对于这个X尾数的右移 使得X的尾数由四位变成了六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舍去的操作 舍去最后两位01 所以这个时候X的尾数呢 就变成了0011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对接的操作 接着就进行第二个步骤 尾数的求和 那么尾数的求和和上一节课的定点数的加降法运算是一样的 使用古码来进行运算 对于减法运算呢 将会转换成加法来运算 同样的我们来看刚才的例子 那么对于刚才对接的过程 对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X和Y这样子的值 X等于0.0011乘以2的11次方 Y等于-0.1010乘以2的11次方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尾数求和的操作了 而这个尾数求和呢就和上一节课的定点数的加降法运算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求出X和Y的补码 接着我们连同符号位和数值位一起进行运算 就得到X加Y的补码等于11.1001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X加Y的补码的结果 接码的符号位是00 尾数的符号位是11 而这个接码的数值位呢是0011 尾数的数值位是1001 在这里求得了X加Y的核的补码S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尾数求和的操作 那么尾数求和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第三个步骤的操作了 第三个步骤 尾数的规格化 那么对于尾数的规格化呢 需要判断两种情况 X大于0的情况 以及X小于0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面列举了X大于0的情况 以及X小于0的情况 对于X大于0 如果尾数不满足00.1这样子的格式的话 那么就需要进行尾数的规格化 同样的对于X小于0的情况 如果X不满足11.0这样子的格式的话 那么就需要进行规格化的操作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简单的记住这种格式 那就是符号位与最高位不一致 如果尾数不满足这个符号位与最高位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就需要进行尾数的规格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刚才的这个例子 来学习这里面的尾数规格化 那么在刚才呢 我们已经求得了X加Y的补码的和 等于这个11.1001 我们把这个S与刚才的这个约束进行一个对比 发现并不满足这里面的任意一种格式 所以呢 这一个尾数是需要进行规格化的 我们把它规格化进行左移一位 那么左移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里面刚才的最高位的1给捨去掉 并且在最后加一个0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这个尾数的规格化的操作 同样的 做了这个左移的操作之后呢 结码也需要先硬的减1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 结码的数值位变成了0010 而这个尾数的数值位呢 就变成了0010 可以看到尾数左移之后呢 结码呢 也要减1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规格化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S等于11.0010 接着我们可以求出它的原码是负的0.1110 所以刚才的X加Y呢 就等于这个负的0.1110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结码的操作哦 那么这整一个呢 就是刚才X加Y的结果 对于尾数的规格化 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通过左移来完成这个尾数的规格化的 当尾数不满足这样子的格数的时候呢 就需要进行左移来完成规格化的操作 但是有一些情况呢 是需要进行右移来完成尾数的规格化的 当双符号位不一致的时候 就需要进行右移来完成尾数的规格化操作 这个双符号位不一致 在定点运算的时候呢 就属于益处的情况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在伏点运算不算这个益处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不算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而进行右移来完成这个尾数规格化的时候 就是要进行舍右的操作 那么什么是这个舍右的操作呢 我们接下来先来了解什么是舍右的操作 再来了解这个右移规格化的过程 对于这个舍右操作 在十进制的时候呢 舍右操作有一个叫四舍五右的方法 那么在二进制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法 叫做零舍一右法 零舍一右法就是相当于二进制的四舍五右法 那么零舍一右法怎么操作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这里面S等于10.10110111 那么这个时候符号位为1010呢 双符号位不一致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右移的操作 而右移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11.010110111 因为我们进行了右移的操作 而最末位的一呢 我们是没办法存储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进行舍右的操作 因为舍弃的这个是一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进行加一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新的舍右之后的结果是 11.0101100 那么如果这里面最后一位舍去的是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面加一了 当然了在这里面我们进行了右移的操作 如果还有接码的话 我们记得接码要加一哦 虽然说这个零舍一右法 可以大大的提升尾数规格化的进行度 但是这个零舍一右法可能会溢出 那么什么时候可能发生这个溢出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假设这个s的补码呢 等于01.81 那么在这里面符号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舍右的操作 而根据这个舍右的操作呢 需要舍去末位的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一 那么加一之后得到的结果是01.80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 双符号位还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进行一次右移的操作 这一次舍去的这个尾数呢 是零 所以我们不需要进行下一次的这个加一的操作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 s补码两次右移之后的结果是 00.1 接7个零 那么这个呢 也是满足这个规格化的这个要求的 这里面需要记住的是 我们进行了两次的右移 所以记得接码要加2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零舍应用法 使用的操作 了解了这个使用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进行 逸出判断的学习 那么对于逸出判断 前面我们在学习定点数的加强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判断方法 就是使用双符号位判断法 当定点数运算结果 双符号位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逸出 这个方法在辅点数运算的时候 并不适用 因为在辅点数运算里面 尾数的双符号位不一致 并不算逸出 因为当辅点数尾数 双符号位不一致的时候 可以进行右移 来把这个双符号位不一致 变成一致 那么在辅点数运算里面 怎么样进行这个逸出的判断呢 其实在辅点数里面 主要是通过 结码的双符号位来判断是否逸出的 如果 尾数 规格化之后 结码的双符号位还是不一致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辅点数的逸出 了解了这里面逸出判断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最后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这里面 辅点数 加强法运算的整一个过程 假设这个s呢等于这一个数 y呢等于这一个数 在这里面 结码我们使用四位存储 尾数使用八位存储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x加y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步对接的操作 对接呢 因为这里面s的结码是1101 而y的结码是1100 这两个数的结码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对接的操作 对接的原则是小接看齐大接 以大接的为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y的尾数 右移一位来完成这个对接的操作 那么右移呢 就需要将这个y的尾数 进行一个使用的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把最右边的0舍弃 并且在最左边加一个0 来完成这个使用的操作 完成了第一步对接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的操作 第二步尾数求和 对于尾数求和 我们先求出x的补码 以及y的补码 当然呢 在这里面x和y都是正的 所以这个时候 x的补码等于x的圆码 等于00.11010011 y的补码呢 等于y的圆码 等于00.0111 那么这个时候进行求和运算 就得到01.01001010 可以看到尾数求和之后呢 它的符号位是01 双符号位是不一致的 这个在定点运算的情况下 是属于溢出的 但是在辅点运算并不算溢出 所以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三步的操作 第三步呢 就是这个尾数的规格化 当然呢 在这里面进行的是右规操作 因为它的双符号位不一致 对于这个结果01.01001010 我们需要进行右规操作 而对于这个右移的操作 我们需要将这个最后一位的0 给舍去掉 并且对于符号位呢 补一个0 第四步进行舍右的操作 因为我们舍去了一个0 所以呢 按照零舍运用法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舍去掉 并不是要加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结果 尾数的符号位呢 是00 尾数的数值位是 1010 0101 最后呢 我们进行溢出判断的操作 那么溢出判断呢 我们并不是判断尾数的符号位的 而是判断结码的符号位 那么在这里面 结码的符号位为 00 所以没有发生溢出 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了x加y的结果 x加y的结果呢 等于0.1010 0101 乘以2的1110次方 那么这个就是x加y的结果 最后来回顾浮点数 再加法运算的整个过程 首先进行第一步 第一步操作是这个对接的操作 对于这个对接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小接看齐大接 那么对接的目的是为了让尾数可以直接的进行加降法运算 对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第二步的操作 第二步是这个尾数求和 那么对于这个尾数求和呢 就和定点数的加降法 操作一样的 接着我们进行尾数的规格化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尾数的规格化 我们首先需要判断双符号位是否不一致 如果没有不一致的话 我们再来判断是否需要左移 这个是否需要左移呢 我们是需要对这个尾数的格式进行一个判断的 如果不需要左移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的一处判断并且输出了 如果我们需要左移的话 我们进行左移的操作 左移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满足规格化的操作 如果满足规格化的话 我们进行一处判断并且输出结果 如果还不满足规格化的话 我们还需要进行下一次的尾数规格化操作 而对于这个双符号位是否不一致 如果双符号位不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右移的操作 而右移呢 需要进行舍入 这个舍入是使用零舍一优法 这个零舍一优法就是二进制的四舍五优法 舍入之后呢 我们再来判断是否满足规格化 如果满足的话 我们直接进行一手的判断并且输出结果 否则还需要进行下一次的尾数规格化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福点数 加加法运送的整一个过程 好的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再来判断并且输出结果